各位敬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圣经教导系列 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 马太福音第七讲 耶稣差遣了十二使徒 经文是在第九章跟第十章 那么在第九章的故事一开头 我们就听见了耶稣宣布 你的罪色了 我们可能会感觉到 这一句话跟这个贪子 没有多大的关系 然而在通常把疾病 看作是罪的结果 那一种文化的环境当中 却不是如此 耶稣本人无论在这里 或在其他的地方 他从来就没有说过 犯罪的结果就是生病的原因 但是肯定这个病人的罪 得色了 是让他真正可以放心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了 那么他们的信心 就是抬贪子之人的信心 不是贪子本人的信心 这里就表示了 带导的信心 也相当有功效的 你的罪色了 贪子不能够行走 乃是他外面的症状 实际上 他的里面有罪 乃是他的病因 主在这里就点出他罪恶的问题 一语道破 一般的人生病的症结所在 就是他里头有病 就是因为他有罪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文士是对主耶稣 纯不信 还有批判的一个意念 在主看来 不信的心 就是恶心恶念 主不轻看我们心里的意念 所以应当求主来保守 我们的心怀意念 得以在他面前蒙怨纳 所有抗拒主的事情 都是恶事 所有抵挡主的意念 都是恶念的 那个人就起来 走回家去了 那个贪子 那个人起来 就行走了 证明 他已经得到医治了 而他的得医治又证明 他的罪已经眼蒙赦免了 由此可见 主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 福音最大的原则 就是在赦罪在先 行走在后 不是罪人走在主那里 乃是从主那里走出来的 我们下面谈的是马太 他坐在税棺上 象征他正在犯罪 作恶的时候 不是我们在寻找主 乃是主来寻找我们 主的呼召 使我们能够离记罪恶来跟从他 人如果没有听见主的呼召 就没有办法跟从主 呼召一来 人非听从不可 马太不讲理由 他没有说那个应该收款的账 还没有结清 他就放下一切 立刻跟从了主 这个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 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好些税吏跟罪人来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作息 这个作息表明吃喝享受 这个宴席是由马太他来摆设的 他也借此来表示对主耶稣的一个尊崇 可是当时他所能够找到的陪客 除了主的门徒以外 就是跟马太有来往 被一般犹太人所不屑的那些税吏们 还有罪人 耶稣说 我来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事实上 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我们若秉持传统的宗教观念 而自以为义 就要失去得着恩典的机会了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好 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布 是没有缩过水的布 还没有制作完成的布 那个叫做新布 新布因为没有缩过水 若用来补在那个旧衣服上面 当洗衣服晒干的时候 那个新布就会收缩 就会把那个旧衣也撕裂了 烂的 没有办法来补救了 而新酒是指什么 新进才量造的酒 新皮带 全新的皮带 是还没有使用的皮带 这个皮带是犹太人 用来盛装饮料的羊的皮带 旧的皮带是指已经成就了 而且缺乏扩张伸张力的那个皮带 而新酒因为它的发酵的力量比较大 如果放在那个旧皮带的话 是比较不会耐酒发酵 膨胀所产生的压力 而那个旧皮带就因此而爆裂了 再来看到是谈到一个 犯了十二年血漏的一个妇人 她在耶稣的后面摸了她的衣上碎子 这个血漏可以说是一个一种 月经没有调整 或者说一直在点点滴滴的漏了这个血漏 就是她的月经不是 可以说挤寡了她 她所碰到的东西都被当时的礼仪上 认为是不洁之物 按照立位记十五章二十五节下面 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恐怕是她所以走在耶稣后面 并且只敢摸衣上碎子的原因 即使这样的举动 也足够使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吓得倒退 三步了 但是当她摸了耶稣的衣上 她就得到一字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是 医治管会堂的女儿 这个女子是睡着了不是死了 睡着这句话来说 是她真的死是暂时的死 睡着在新约圣经里面 通常用她的本意 是在比喻说她的灵魂已经枯萎了 但不是指死亡 所以耶稣的话应该理解为 她只是昏迷不醒 但是事实上她是真的死了 所以那些犹太人他们就此笑她 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只有从字面上来理解她的话 所以他们知道她的话不对 但事实上耶稣后来牵了她的手 叫她起来她就复活了 再来我们看到 她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需要是用旧约的羊群 没有牧人的比喻来表示的 这一种比喻主要是指没有政治上的领导 但是在这里是专指一个没有灵魂上的眷顾 或者灵魂上的指引 而我们看到说困苦流离 原来的意思是被击溃了或被折磨了 这个上面的这个比喻 我们看到这个继续要谈的是指羊群没有人保护 而且遭受到野兽的袭击 或者因为那些不称职的牧人 而他们遭受到苦难了 在第九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八节的总结 耶稣就呼吁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那么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就是要选招更多的人起来收庄稼 这一段也是要回应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所说的 他来到世上传天国的福音 也要来医治一般人的这些病症 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为收起庄稼的工作来祷告之后 他就亲自设立了十二个门徒 赐给他们使徒的权柄 并且派他们出去收割他的庄稼 也就是主的庄稼 也就是去带领更多很多的人要来信耶稣 那么这一段的教训 一方面是针对使徒当时的使命 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五节一直到十五节 另外一方面也是针对教会更广的责任 从十六节一直到末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使徒他集中的他主要的就是去向犹太人来传福音 其实耶稣基督他传福音的范围 也都是在犹太人加南地以色列地这一块地的地方 所以他们主要都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的 并且也为外邦人的福音工作做好准备 在二十八章十九节说了 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以后 他说了地上天上所有的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 你们要去使万人 万人就是包括犹太人以外的许多的外邦人 让他们来做主的门徒 而且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禁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有向犹太人 其实他们也预备要向全世界来传福音的 那么在第十章里头 在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个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 魔鬼跟他的差异 包括很多的世人士 魔鬼的差异 顶多只能够来杀害我们的身体 魔鬼不能够杀害人的灵魂的 但是我们今天 如果因着怕被人杀害身体 这样的一个缘故 而不敢为主做见证 恐怕有一天 我们的灵魂也要被神所惩治了 所以我们所该怕的就是这个 也就是杀你的身体没有关系 不可以让魔鬼撒旦来杀我们的灵魂 为什么 因为我们应该怕的是将来神的审判到的时候 杀身体跟杀灵魂的 这个才是我们要来以为害怕的地方 信徒所应该害怕的不是那个能够叫我们外面暂时受亏损的 而是那能够叫我们永远受亏损的 永远受亏损的就是杀身体跟杀灵魂的 这个就是在第十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好 那么再下来 耶稣他说了 我来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 我们常常会把这句话以为说 耶稣来是要让人去动刀兵 但事实上 耶稣讲这句话 他只是叙述或者预言将来会真正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主耶稣他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主要就是传达要和平 他是预言将来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我们从历史上面告诉我们就知道了 从早期的教会受到各式各样的逼迫 比如说他们被扔在狮子坑里面 跟狮子来斗争 被挂在石架上 把他油倒了他 然后点火把他们烧死 这一种的很可怜的 这一种的逼迫 所以我们看到一直到中古世纪 一直到十字军东征 好像以为是耶稣叫地上动刀兵 其实不是的 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只是在宣布或者预言 将来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最后我们来看到 一个要坚决跟随主的人 常常会得不着家人的谅解 但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主的家人 背后有魔鬼撒旦的权势 对属天君王的一种抗拒 才会造成属地的魔鬼 与人的憎恨 来憎恨属天的人 主不是说我们不该爱父母 爱儿女 主乃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所爱的 次序顺位 我们要有所调整 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把 主摆在我们的顺序上面 居首位 也就是摆第一位 这样才是主接纳的人 主爱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因为爱父母 爱儿女 而你没有爱他 他就不配做主的门徒 这是他的教训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